美国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6日轮番发生,就美方不退出中导条约开出条件,向俄罗斯施压,要求拆毁美方只认为约的巡航导弹或调整射程。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告诫欧洲国家,美国一遇废除中导条约,给欧洲带来新风险,拆毁导弹。 美国国无论分管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安德烈亚唐普森6日在一场电话吹风会上说,俄罗斯9M729型巡航导弹的射程,违反中导条约限制。 如果俄方希望美方不退出条约,必须以可验证的方式,要么拆毁导弹系统或发射装置,要么改造导弹系统,使射程不违反条约规定。 中导条约禁止两国部署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导弹,美方认定,纠M729巡航导弹由伊斯坎德尔M型短程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改造而成,射程大约2000公里。 俄方否认这一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当天在另一场合说,俄罗斯立即重新遵守条约,将是当前行事的最好结果,并非不切实际的期待。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副邓福德在华盛顿邮报组织的一场活动中同样提到,如果俄方遵守中导条约,将是最理想情况,可以给双方就其他军控协议做更广泛协商创造条件,包括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2021年2月5日到期后预延长,我当然不会做决定,但会提建议,邓福德说,只是,如果延长这一条约的基础,是俄方不遵守中导条约,对我而言,非常难以想象延长条约会取得进展。 压力测试,俄罗斯国家杜玛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拉基尼尔,沙玛诺夫6日在全体议员会议上说,美方声称俄方试验伊斯坎德尔,M型导弹且射程超过500公里,违反中导条约限定,而我可以绝对诚实地说,没有做过这种试验,我们没有测试过这一射程的导弹。 他说,俄方不接受美方要求俄方恢复旅行中导条约的最后通牒,沙玛诺夫所说最后通牒,指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四日言论,蓬佩奥当时说,如果俄方在60天内不能证实已经恢复遵守中导条约,美方将暂停旅行条约义务,随后正式退出。 美国驻的大使乔恩亨茨曼洪博培说,60天后,美方将对俄方做评估,我们正在对美俄关系的可靠性做某种压力测试。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五日说,美国只认俄方违反中导条约,却没有拿出证据,美方早就打算退出条约,现在不过是寻找借口,并习惯性地指责俄方。 他警告,俄方反对中导条约遭破坏,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采取相应措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0月20日指认俄方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认定这一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宣布美方将退出条约,欧洲有险,按照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围绕中导条约,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6日至7日在意大利城圣米兰,举行成员国外常会议,拉夫罗夫6日在会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动阔,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欧美对俄罗斯施行制裁,现在,美国企图退出中导条约,对欧洲正在构成新的风险。 拉夫罗夫当天在会议间歇会晤,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按照俄方官员的说法,欧盟方面主动提出,中导条约核心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是欧洲安全最重要的支柱,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直接影响欧洲安全的重要协议遭废弃。 欧盟相当于外交部的对外行动署,在一份声明中说,莫盖里尼强调, 中导条约是欧洲及全球安全的关键,维护和全面遵守这一条,约符合各方利益。 中导条约全程是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12月8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尼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 条约禁止双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500-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俄两国多年来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法条约, 俄罗斯指认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战斧式巡航导弹, 违反中导条约射程限制, 俄方同时指认美方研发武装无人驾驶飞机和新型陆基巡航导弹违反条约, 福若瑜,新华社专策稿